它的羊毛 但它其實厚度不算到很厚 就是韓國秋 蒸的冬天的時候 毛衣的厚度會在 大概是這個的兩倍 那這個大概就是一般蒸汁的厚度 但是是養混羊毛的 然後它的毛份是50% 所以我覺得是毛份感比較稍微重一點 然後這件啊 可以感覺它的羊毛是比較沒有化學藥劑去處理過 所以它比較會有氧味 然後 純天然的氧味 毛感也比較重一點 對 那如果你是一般肌膚的話 我跟小編 應該是可以 沒有感覺 那敏感 因為它不算特別刺 你看之前有一件很長 我知道那件 那件就超刺 因為那件是毛海 毛海的話毛感真的會比較重 因為它的毛那個纖維很長 所以敏感肌來說會比較明顯 但是這一件算是短毛 然後我覺得一般膚紙穿就是 像針織衫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這裡還是算鬆的 所以如果你會在 因為我自己有感覺是袖口 因為它是畢竟這裡比較厚 比較縮 對 所以你可能這一塊 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這一塊肌膚沒有像這裡這麼敏感 嗯 對 所以 因為我脖子 因為它這裡領直的關係 所以它會蠻離開我的脖子 所以我 這一件比較有感覺的地方是這一塊 對 所以如果你這一塊的皮膚還OK的話 我覺得這件是OK的 對 還有分區塊 區塊區塊 因為它有多焦嫩 所以它會這樣白白發光的 真的這樣嗎 這件短版真的很可愛 對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其實 它是比較偏中短版 然後長度我覺得大概是壓在肚臍的下面 對 下 肚臍 對 前腰 嗯 然後袖口也是有這樣子 螺紋縮口 螺紋縮口 然後是這邊也是蠻寬的 所以我覺得算有善結 哎呀 我覺得搭高腰單品就還蠻適合的 對 對 然後領直是有分離設計 然後是比較面領 嗯 因為它這邊就會感覺寬 有一個寬起來這樣子的感覺 很好看 然後兩個顏色 這個是白色 大家用 官網照片是有做區分 有幫它幫它備注 那顏色區分就是這個是白色 對這個是黑色 用領直去看哦 嗯 OK 那領直來看的話白色好像很黑 哎呀 真是難 哎呀 算不算 好 然後褲子的部分是可可豆 嗯 可可豆 嗯 可可豆 嗯 它也是一件比較直筒 可可豆丹寧直筒褲 它也是比較直筒的 然後顏色的話就比較咖啡色 嗯 然後是有點隨喜感 就是仿舊隨喜感的咖啡 那這款的 我覺得你穿這件很好看 對我覺得你穿這件很好看 對我也覺得 欸怎麼會這樣子 等一下 那這款布料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張真現在穿的是L號 嗯 對嗎 我跟你說 對L號 它現在穿的是L號 然後鬆緊度搖 都應該都還蠻舒適的 嗯 就是沒有到那個 我覺得臀 臀的那個鬆緊感還看起來 看起來還蠻OK的 對 對 我這裡畫好多 哈哈 臀是剛好的 因為我臀三八嘛 然後這一塊 通常比較沒彈性的 都會有點脫 但是這一塊直筒 我覺得它修飾的蠻好 就很順 因為沒有彈性的褲子 你真的就是要照平常拿 對 就是不要拿偏小 看起來腿很長 對 對 張真下面只有穿六公分的靴子 對 六公分靴 然後如果你是穿平底鞋的話 就會比較隨性一點 就是也可以搭T恤 累的 然後 哈哈哈哈 然後喝口水 好累好累 然後是顏色是這樣 然後這布料是沒有彈性的 布料沒有彈性 可可豆褲子 真的很好看耶 這顏色有點嚇到我 它這顏色很漂亮 嗯 這顏色真的好看 它其實還有出別人的顏色 但我就是這樣 我其實我跟你說 我有點變態 就是我只要每次回台 我以前是只要每次回台 我都會去一間牛仔褲店 就是買一兩件褲子 然後我就是買 覺得跟我以前的褲子不一樣 我就買 嗯 所以我很喜歡顏色不一樣 對 可能跟我上衣一樣 所以我喜歡顏色不一樣的東西 它有一些很特殊的顏色 對 我就喜歡顏色不一樣 然後版型又很收拾的褲子 這顏色我覺得很秋冬 而且蠻有質感的 就是你要穿的比較秀氣一點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